这也许是林丹逾越就球最多的一场比赛 国瑜小将面对他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追忆往西回味经典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精彩比赛 刘凯调后场底线 连贯头顶区杀直线 单哥接杀球挡远网 往前带停顿的放网 半场的批杀斜线 往前的这一拍停顿使对手重心完全别骗 刘凯连续控制往前小球 后场头顶区跳杀直线 单哥同样跳杀直线还以颜色 批掉一拍往前斜线 反手过度后场底线 接杀球勾对角 这一拍防守反击打得相当犀利 面对单哥的防守刘凯开启了强攻模式 后场头顶区杀斜线 而单哥面对对手的进攻 同样开启了逾越就球表演 只要对手杀球就以逾越应对 这次用品aan的这个前段 打破了了 我只是逾越能拐散 因为我手术就贵了 是打破了 重心住手 这个沙迹轿 这次是 这次用品了 都已经awia了 过去 无尽 这个愉悦救球后 丹哥自己都乐了 守局虽然刘凯进攻凶猛 但得分效率并不高 而丹哥通过细腻的往前和稳固的防守 牢牢控制着场上的局面 随着往前揭发球假动作 就以21比14赢下第一局 往前挑后场底线 半场的平抽 连贯后场批杀斜线 反手接杀党员网 单哥的这拍防守 国瑜小将毫无办法 于悦接杀党员网 再次的于悦接杀党员网 能把正式比赛打成表演赛的 貌似只有单哥了 随后单哥开始全程回高远球 等着对手杀球 只要杀球就于悦 把表演发挥的淋漓尽致 随着刘凯最后投顶区杀球出界 单哥就以21比13赢了第二局 2比0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完美诠释了 国瑜小将与单哥差距到底有多大 这场比赛就开除了 表演了 中方 翻询了 不由 降 üç